据美国商业内幕网站报道 自从1979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 美国从台湾地区撤军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军特种部队与台军断绝了联系 实际上美军特种部队一直在帮助台军进行训练 尽管这种训练活动会随着美对台政策变化而有所起伏 报道称美陆军特种作战部队俗称绿色贝雷帽 被广泛派驻到世界多地帮助训练其他军队 其中第一特种作战大队专门负责印太地区 该大队人员被轮换派驻台湾岛内执行训练任务 训练内容包括武装潜水进行破袭 高空散降实施突袭等 据了解 为执行好训练任务 绿色贝雷帽第一特种作战大队人员 必须得事先掌握当地语言和文化 并优先选择台裔成员 针对有报道称美国特种部队已经在台湾训练当地军队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曾表示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断交费约撤军三原则是中美建交的前提 美方在中美建交公报中明确承诺 美国同台湾保持文化 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赵立坚指出 美国应充分认清涉台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有关问题的严重危害性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 以免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 所谓美台勾连不断加强的同时 澳大利亚也来向美国表忠心 澳大利亚天空新闻24日播放澳大利亚国防部长达顿 接受媒体采访的视频 达顿声称 面对大陆可能会以武力进攻台湾 澳大利亚将坚持与美国同进退 对此有党内网友质疑 就凭澳大利亚那几艘潜艇嘛 意思是美国退澳大利亚也退对吧 意思是澳大利亚是美国的跟班小弟 还有网友讽刺美澳是海盗联盟